韩国瑜大赛 小朋友挥舞着国旗 在游览车上开心的跳起来 加油声越喊越嗨 上次台东的早餐店业者 号召20名家族亲友北上 开道替韩国瑜集气 这次花莲场也不缺席 早餐店贴着大大公告 6月8号花莲挺韩大会 开放报名40位 就是要挺韩挺到底 回忆开道当天场景 老板娘还是很激动 大家满身都是湿又干 湿又干 看到那个场景令人很感动 很感动 对 尤其是韩总所讲的话 让我当场就掉泪 他那一句最后那一句 可谓中华民国本身碎 历年以来的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敢讲这么重的话 为了北上开道 老板几乎掏出 一整个月卖早餐的收入 不但交通住宿或是全都包 也成了全台路程最远的挺韩车队 经济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次请大家共襄盛举 不少按贴一点 但上次资费入不敷出 这次要请韩粉们尽点心力 由于台东就在花莲旁边 台东县清晰总会也号召韩粉 包车上花莲挺韩 每人资费500元 后山韩粉总动员 揪团力挺韩国语 人数想必相当可观 记者十一路黄云涵台东报导